大家好,今天去纽约有名的中央车站 从即日起在纽约地铁站打免费的新冠疫苗 赠送一周地铁票一张 好,出站就是中央火车站了 一出站就看到每个柱子上贴的有紫色的 叫大家去打免费疫苗的广告 跟着广告上的指示,见头者 新闻上头说,纽约疫苗接种速度正在放慢 为了鼓励民众打疫苗 跟着箭头继续走 接着说,所以政府在地铁站和火车站 设立临时的疫苗接种点 在这些点注射疫苗的人将获证7天免费地铁票 或者两张单程火车票 但是打一针送地铁票的活动只有4天时间 所以想得免费车票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顺便说一下 一张地铁周票7天无限使用 它的市场价格是30亿美元 到车站大厅呢 大家瞅下左手边几个美国大兵 核枪实弹,全副武装 这些大兵也是一年四季 全年无休地处在这里 感觉排队打疫苗的群众人不是很多呢 中央车站这个疫苗接种点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钟结束 我问了一下旁边的黑人保安大哥 他说早上上班高峰时期的时候 8点到10点钟排队的人非常多 纽约目前有6个地铁站和2个火车站正在开展打疫苗送车票的活动 给大家说一下我目前还没有打疫苗 这边好多电视台也在采访 因为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 另外其他几个站点的时间要晚一点 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 快到5月中旬了 我看了一下美国今天确诊的人数是3.62万人 纽约州今天确诊的人数是2216个 给大家画下重点 在纽约地铁站或者火车站打的免费疫苗只打一针 前面这位黑人保安大哥 看到我拍视频还过来跟我聊天 接着说因为打的是强生疫苗 所以只打一针 黑人保安大哥过来问我 拍打疫苗的视频拿来干啥子 我就实话实说 拍打疫苗是宣传好人好事 另外我把视频放在网上也可以赚钱 保安大哥听得恍然大悟 觉得我说的话很实在 没有阻止我拍视频 中文入口 在新闻上纽约州长这样说 当你去坐地铁或火车时顺便打一针疫苗 还可以获得免费车票 何乐而不为呢 很有历史感的车站 我之前视频也专门拍过 左手边排队用的铁栅栏都收起来了 因为排队打疫苗的人不是很多 车站里到处都是叫大家戴口罩的招提铁 从中央火车站出来了 今天天气很好 接着走去旁边的宾夕法尼亚车站接种点去看一下 马路边边很多现场免费检测新冠病毒的 另外说一下 在美国还有很多人犹豫要不要打疫苗 因为随着新冠疫苗接种 在全美如火如荼的展开 说服任在犹豫的群体 变成了阻碍实现全民接种的最大难题 有名的梅西百货旗舰店 十字路口扫一圈 而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说服这些不打疫苗的群体 可能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网上说目前大约有60%到65%的美国成年人 想要接种或已接种第一剂疫苗 先去广场 好热闹 在百货公司街对面 又看到免费检测新冠病毒的 看了一下 志愿做检测的人也不是很多 前面好几个警察 纽约的大街小巷地铁站 现在多了很多警察知情 就我现在走的这条路 很多无家可归者和有精神病问题的 因为最近大环境所知 拍这些游民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的镜头尽量都没有拍到他们 好 接着走 前面就是宾夕法尼亚车站了 好 到了 这里是宾夕法尼亚车站 另外一个免费疫苗的接种点 我之前的视频也详细地拍摄过这个车站 接着说 美国最近几周新增的 已接种一剂疫苗的人数数量 正在不断减少 因为想要接种疫苗的人 基本都完成了第一剂的注射 拒绝接种疫苗的人的比例 一直稳定维持在20% 下自动扶梯左手边就可以看到 正在排队等待接种疫苗的人 因为这个点三点钟才开始接种 现在才两点半左右 新闻上说 因此想要促成全民接种 就不能将其与政治运动混混一谈 说服犹豫群体接种疫苗 必须要从说服他们为自己或是周边的人着想来实现 民调还指出 比如可以通过让疫苗接种更加便利 以及对抗有关疫苗的不实信息 这里入口处也有中文的标示 但是据我观察 在地铁站打疫苗没有中文服务 在纽约华人社区打疫苗 就会有一勾免费帮你翻译 然后在打针之前 问你的一些关于医学方面的问题 都有专门的一张纸 全部都是中文 所以在纽约每个族裔社区打疫苗 都会有这个社区主要的语言服务 反正我去拍视频的时候发现 在各社区固定的疫苗注射点 或者市区的一些固定注射点 打的都是两针的疫苗 流动的或者临时性的疫苗注射点 打的都是一针的疫苗 就是强生疫苗 听说纽约的自然博物馆 也免费打疫苗送门票 那里优惠力度更大 一人打疫苗送四张免费的门票 也是只有一段时间的优惠活动 网上还说 美国疾控中心曾表示 希望今年夏天完成75%以上的人的疫苗接种 纽约等地也表示 在今年夏天会完全开发 纽约的新冠病毒感染率 已连续34天下降 平均住院人数也在连续38天下降 这是纽约州有望在短短10天内 取消许多限制的最新的乐观理由 再来说地铁 随着纽约一周7天24小时的地铁服务重新开通 几天后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能满复合的运营 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两个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摘下口罩 病例会再次激增吗 有名的福奇博士 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答案 不过他说最终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疫苗的接种率 看前面又有好几个美国大兵 几个大兵看到我在拍他们 也没有说什么 随着夏天来临 街上的人脑袋也是越来越多了 看了我视频 有约的乡亲们 可以赶快到地铁站去打疫苗 先到先得 不需要预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点赞 关注 转发 订阅